各位好 很感謝今天那麼早 又不小心又下雨了 然後大家都還有來 然後這次要講的課程是 有關於Web開發生產力的大躍進 第一堂課主要是在介紹 活用Vitual Studio 2012這個版本的新的IDE 然後我叫Demo 那個中文名字大家就忘了它就好 只要記得我叫Demo就好 那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版的Vitual Studio的Logo Vitual Studio在經過那麼多版以後 這一版它的Slogan已經叫做沒有到不了的地方了 的確 Vitual Studio 2012已經沒有到不了的地方了 它不但是以前開發應用程式可以用 開發網頁可以用 它現在開發手機 開發Winbar的App 它全部都可以直接在Vitual Studio上面用 我們可以統一一個IDE去開發我們所有程式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需要再重新學習另外一種開發的模式 以及開發的一些技巧 那一開始呢 我們很高興的再經過短短的一個月內 因為這一堂課的第一次講是在一個月前 然後在這一個月內我們就已經經歷了兩次的世界末日 然後為什麼會有兩次呢 因為很有趣的竟然會有人說世界末日會有時差 整顆地球都爆了還可以有時差 非常有趣 然後非常好的是我們還沒有時 所以我們會有今天這堂課的出現 因為這堂課一開始呢 因為經過了一個月 所以其實整個環境也改變了很多 Vitual Studio已經有了Update 1 各位可能要去看一下 Vitual Studio現在Update 1已經正式出版了 而且在Vitual Studio的WebTools已經有RC版了 也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所謂秋季更新 它現在已經有RC版出來了 所以已經增加了這兩次的更新 那想必說它也增加了很多東西 我在這一堂課裡面有稍微再加一些新東西進去 那首先我們會介紹什麼 這裡先各位大致介紹一下 我們分別有一些介面變更的介紹 以及方案總管它功能性加強的介紹 和編輯器的加強 以及CSS資源加強 JavaScript資源加強 還有一些比較不好分類的 我把它分成其他的新功能 以及Vitual Studio裡面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去用套件的 我會介紹一些比較好用的套件給各位 那一開始的介面變更 資源兩種配色 如果你已經灌了Vitual Studio 2012 你應該很快的會發現Vitual Studio 2012 灌進去以後它長得和我們以前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接近於慘白的顏色 然後有些開發者他們其實比較習慣使用黑色的狀況下去開發 然後現在預設也是可以支援的 你可以自己很隨意的去切換你現在的顏色 而且你不需要去關閉Vitual Studio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 我開WipFone這個好了 我原本是黑色 如果說各位忽然之間就是開發到一半 你忽然間想用白色 你直接把它改成淺色按下確定 然後等個一下子看你電腦效能 它馬上就可以變成白色了 所以在開發的過程之中 如果說你要改變顏色 你並不需要去關閉我們的Vitual Studio 這是一個不錯的功能 再來是工具列的配置更聰明 什麼叫做工具列的配置更聰明 各位以往在我們在寫 用Vitual Studio開發程式的時候 因為我們同時可能會開啟很多種檔案的程式 在2008和2010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我可能開一個CS檔 再開一個JavaScript檔 再開一個HTML檔 上面的這一條 上面這一條會越變越多 三個四條五條都有 我看過有人就是上面幾乎要散掉三分之一的螢幕了 然後這其實對於我們在寫Code的時候非常的麻煩 因為它散掉我們太多的可視範圍 在2012的情況 它不管你開什麼檔案 像這裡看 我第一個是CS檔 第二個是HTML檔 它全部都會只有一條 它會很自動的去判斷只有一條 當你開了CS檔的時候 它後面 它顯給你的那些圖示的工具列 就是有關於CS檔要用的 開HTML就是有關於HTML要用的 像這個是Webcom Big 所以它是XML 它就開了一些XML要用的 利用這種方法 它可以讓我們永遠的工具列只有一條 一條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多看兩行Code 這我覺得是對開發人員來講是一個還不錯 就是我們會希望一次能夠看到的Code會多一點 再來標籤列功能加強 標籤列也是我們經常會用到的 什麼叫標籤列 其實也可以叫它夜籤 以我現在這個範例來講 因為我的畫面比較小 我現在要抓投影 所以我畫面會比較小 在比較小的情況之下 我一次只能看三個畫面 三個夜籤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開發程式的時候 我們一次不會只開一個 我們可能有需要參考之前寫的某一支檔案 來去寫現在這支檔案 所以我們會越開越多 而導致於說你最後就變成只能這樣子 就是你要用這個下拉 然後你把它拉了一堆出來 在Vitual Studio 2012以後 它增加了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叫做它的夜籤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開現在 這是預設範例 預設範例裡面最多的就是JR Squiz 所以我每次都是開JavaScript 好我現在開了一堆的JavaScript 我一次看到只有三個 我一次只有看到三個 我在這裡會有一堆 如果我今天要改JQuery 我點下來以後 它是不是JQuery就在這個地方 我就改它 這種情況很麻煩 因為我隨時要動的東西 它都只能看到一個 然後這整個也才那麼四個 現在你可以把它訂起來 這裡有個圖釘的圖示 這裡有個圖釘 你可以去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你就會把它訂起來 訂起來以後你會發現它跑到前面來 當你一次訂很多個 我訂了三個 訂到第四個的時候 它就會分裂 它就會分成兩行 所以你訂起來的應該是你現在正要做這件事情 比較重要的那一個檔案 你把它訂起來 它就會分行去做 然後如果說你不習慣 不習慣它這樣子原本預設都沒有分行 一定要訂到一定的程度以後才分行的時候 你可以去選工具這個地方 有個選項 在這個地方的索引標籤和視窗 把這個打勾 在個別的資料列中顯示固定的索引標籤 你把它打勾了以後 你只要訂選的都一定會在第二行 那這樣子我們即使畫面小的情況 我也是只能看三個 我這樣至少我知道我可以一次看六個 那在這個情況我們就可以比較快速的切換 我們今天要寫的程式或是要參考的檔案 所以會比較輕鬆 然後這裡我有抓圖 就是投影片大家回去拿到的時候 可以看著這個圖片再想一下 我之前是怎麼操作的 那投影片我盡量都是一件事情 會抓一個操作範例的圖 讓各位回去看到的時候 可以大概記得說當初是怎麼操作的 然後再來這個介面的變更 是IDE的顏色會隨著狀態變換 這是一個小功能 像我現在畫面上面有這四個 這四個IDE就是Visual Studio 2012 它分別有紫色的和藍色 還有比較深的藍色和橘色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當我先Visual Studio開完了以後 我專案還沒打開之前 它會呈現紫色的狀態 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打開了 專案打開完畢了 它會呈現這個比較藍的藍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正在編譯 不管你是View還是Review 它都會是顯示比較深的藍色 那你今天在增錯的情況之下 它會顯示橘色 它利用這四個顏色 它可以讓你今天說 我一切換到Visual Studio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知道它現在正在幹什麼 利用這種方法可以讓我們比較了解說 現在我正在做哪件事情 那再來的方案總管呢 方案總管就完全是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新功能 以前在2010的時候 它是用套件的方法去呈現的 然後它現在把一些那些好用的 大家都說不錯的功能全部加進來了 然後我一個一個為各位解釋 所謂的快速切換到使用中的檔案 它這個怎麼樣的意思呢 我今天我一樣是拿JQuery來做介紹好了 那我故意我的方案總管 我就不要看JQuery 我可能開得很深 我把它全部打開來 然後我們今天在寫call的時候 我今天在寫這個地方 那可能寫寫寫寫寫寫你要找到周圍的東西 因為找到周圍的東西 你一定知道它和它會放在一起 那你要怎麼辦 在這個地方有個雙向的 很像同步的這個箭頭 你把這個箭頭點下去了以後 它就會自動切換 方案總管它會自動跳到這裡 因為我現在開的是JQuery 1.8.2 那我即使說我現在方案總管 我是在移到Webconfig裡面 我只要在1.8.2這個地方 我按這個鍵 它就會跳上來 當然你用滑鼠按會比較累 各位可以記一下熱鍵 記一下熱鍵的話 就是Ctrl-方括弧加S 它就會進來 然後熱鍵我在這個地方有寫 就是這個樣子的熱鍵 然後資源預覽功能 預覽功能呢 它就是怎麼說 我今天把所有的關掉好了 我今天只開了JQuery 8.2這個檔案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看JQuery 1.8.2 我點一下就好 我不需要點兩下 我只需要去做點一下的動作 有沒有看到 我點一下而已 它就會開在右邊 和我們預設已經開啟了 放在左邊不一樣 而右邊永遠都只會有一個 這是一個預覽的功能 它可以方便你在找Call的時候 你不需要開啟檔案 你直接點一下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切換 可是 到於我個人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我有一個壞習慣 我從上面往下拉的時候 我會拉到一個段落 我會習慣點一下再往下拉 點一下再往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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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一直在做預覽 雖然說它很快 可是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時間 那 以我的了解 這個功能普遍大家都不喜歡在這個地方做預覽 所以你可以關掉 你在工具這個地方的選項 選項裡面一樣是索引標籤和視窗 這個地方有個預覽索引標籤的這個 在方案總管的這個 你把它打勾 勾把它拿掉 你把這個勾拿掉 勾拿掉以後 你在這個地方的預覽 我現在把預覽關掉 我在這個地方的預覽就再也不會出來了 這樣會比較符合我們以前的習慣 可是這樣子 它預覽功能還是保留的 比如說我今天在做搜尋的時候 我今天搜尋以後 它不是會開一個搜尋結果視窗嗎 在這裡會有一大堆的檔案 都是我有可能有那個關鍵字 比如我剛剛打ZQuery 我在這個地方只要點一下 它一樣也是會開預覽 而在這個地方的預覽會比較符合我們的期望 所以這個功能不要關掉 我們只要關掉在方案總管的預覽就好 我一樣這樣可以很快的去 因為我們找出來的Code比較片段 我們這樣子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多的東西 會比較好用 再來是資源多開 什麼東西叫資源多開 方案總管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支援很多個 因為我現在的範例是MVC的專案 那如果說我今天改Code 我改一改改一改 我已經剩下Controller這件事情 我是目前要做的 那我需要專注在Controller 我不想看別人 那有什麼辦法 我直接按滑鼠右鍵 選擇新增方案總管檢視 點開以後 它會開一個新的方案總管 而且是從Controller做開始 它是從Controller做開始的 利用這種方法 我可以專注在一個地方 那你可能會覺得這很無聊 因為它開了一個視窗以後 它不是幾乎占掉我整個範圍了嗎 那在Visual Steel 2012的時候 它的很多設計的一些概念 還有一些新功能 它是屬於資源多螢幕的狀態 如果你今天開發環境不是單螢幕 是雙螢幕三螢幕以上的 你有了這個功能 其實你可以把你要專注的那一塊 往另外一個螢幕拖過去 這樣子你一次可以看到很多 你想要看到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單螢幕來用這個功能 可能就變得不是那麼好用 如果你是單螢幕的話 我建議你用這種方法 我今天在Controller裡面 我只要專注Controller 我按滑鼠右鍵 選擇 將範圍設定在此 點下去你的方案總管只剩下Controller 它在同一個地方 它只剩下Controller 你一樣就只能看這些東西 那你要回去怎麼辦 這個地方有個上一頁的箭頭 你對於上一頁的箭頭給它按一下 它就會跳回來了 那你當然也可以下一頁啦 可是這一塊它沒有做熱鍵 這一塊你就是要用滑鼠去點 這是對於方案總管 就是你可以專注在一個地方 還不錯的一個技巧 然後資源搜尋我們的方案總管 現在資源搜尋的 而且是預設的 在這個地方各位已經有看到了 在這個地方它有去寫搜尋方案總管 而且它有把熱鍵也寫給各位看 Ctrl加分號 然後它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在任何的地方 我點一下 我一樣還是用ZQuery做示範 我打了ZQuery以後 我不用按Enter 它就自己去找 它會找到你這個整個專案裡面 有JQuery字樣的 各位有看到 它不管你什麼都找 包括你檔案它也找 什麼東西它都會幫你找出來 然後 這種 我用Index好了 用Index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連Messor的名字它都找得出來 它不只是單純的找檔案而已 它是連Messor名它都找得出來 利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很快的去找到我裡面專案 我曾經有印象寫過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它藏來 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去找 然後ZQuery的深度解析 我所謂的深度解析就是這個 我今天 以前的Visual Studio的方案總管 比較單調一點 我可能說開了以後我只能看到這些檔案 我只知道說我Controller裡面有個Controller 有個HomeController 可是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在2012的時候其實你可以點開 你在Controller點開 你第一個看到的是Class 因為它已經是只有自己的Class 所以你再往下點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所有的Messor 它所有的Messor在這裡 然後這可能它有一些列舉 什麼之類的 它全部都會顯示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完全靠方案總管 而你不開層次 你就可以知道我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馬上知道 即使你那些什麼Property 什麼之類它都可以馬上去顯示的出來 看這個範例 這個Model這個裡面就應該有Property 在這個地方 就那個反手的那個就是屬性 應該是 然後就是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可以去很直接靠方案總管 對於我們的方案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寄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全部用找得到的 然後資源全部摺疊 其實這是一個很小的工具 就是以往大家都是需要用套件 才能夠去達成的 比如說我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得很亂了 很深的 那當我想要把它們全部摺起來的時候 我只需要按這個鈕 全部摺疊的這個按鈕 我按了這個按鈕以後 它就會全部縮起來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再來資源圖片預覽 這一個很不錯的 如果你是開發WIP的話 你的專案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圖片 在有很多圖片的情況之下 以往我們都要再可能說 把它開到那個檔案總管去 然後再去看圖片 現在你只需要在圖片上面滑鼠停著 它就會有預覽的效果 你只要在畫面滑鼠停著 就會有預覽的效果 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我們的專案 再來我們就要講到編輯器的加強 第一個是講到屬於Web Phone的部分 Web Phone裡面它有一個新增的很不錯功能 叫做匯出User Control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Web Phone的專案 然後我們都知道我們在寫一個Web Phone 應該說我們在寫一個程式的時候 重複的部分盡量都是把它抽出來 那假設我今天的這個Default的頁面 我在這個地方有個列舉的東西 ULL、OLI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塊可能很多人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以往的技巧就是 把它抽成User Control 那以前我們要怎麼抽呢 我們要在這邊加個資料夾 然後開始右鍵新增一個User Control 把這裡面貼出去 貼完了以後 再回來把User Control 拉進來讓它註冊 這很麻煩嘛 現在我只需要把它選取起來 選擇 選擇 剛剛沒選到 在這個地方 擷取至使用者控制項 當我點下去了以後 它會跳出一個鏈存新檔的方塊 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現在這個使用者控制項存在哪裡 那我就是不改名字 我直接存在那個 專案的目錄下面 我按下確定以後 它就會幫我抽出來 看到了它新多了一個 就是我剛剛選的那個 它就抽成User Control 而且在原本Default的部分 它已經幫我註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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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也幫我改用註冊 就是改用User Control 這整件事情可以簡化我們當 我們今天需要重構我們的網站的時候 對於User Control的這個 生成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很快的去簡化它 抓圖在這裡 然後檢查重複的程式碼 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現在沒辦法示範 因為我開的都是範例檔案 那不會有重複的程式碼 所以我用抓圖的為各位示範一下 在我一開始 就是我專案打開我已經寫完了 我可能寫了一陣子以後 我可以在Visual Studio上面 看到有分析這個頁簽 分析剪下去以後 有一個分析方案中的重複性程式碼 當我點進去以後 它會對你的專案重新做編譯 編譯完以後 它會跑出一個報表 如果你的專案有重複的情況之下 它就會跟你講說 什麼地方哪個檔案裡面 看誰重複了 重複了幾次 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可以去掌握 因為一個團隊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 比較初階的使用者 他們的寫作習慣 就是複製貼上有就好 可是我們在管理專案的時候 我們比較習慣 這種東西比較沒有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是個Call Review的人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種工具 你直接抓出一些 重複性的程式碼 你可以要求它把它抽出什麼函式 或是說把它拉成介面之類的東西 再來是 Internity Sense與SmartTek無所不在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以往我們在寫HTML的時候 我們並不能在HTML的Tek裡面呼叫出 Internity Sense 像我這裡不是有一個At 一個黃色的At 那是MVC Razor語法的標記語言 它就代表是說它是一個程式 如果你沒有寫過MVC的話 你就把它想成是Web Phone的那個 腳跨弧趴的那種感覺 它反正裡面就是寫程式而已 然後我今天在這種地方裡面 直接打了MVC 我一樣可以看到我所有的Internity Sense 所以這在我們寫Call的時候 就是在前端頁面的時候 我們想用強行筆 或者是說 想要寫程式的這一部分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簡單 而所謂的SmartTek是什麼呢 以往我們在開發Web Phone的時候 我們會很需要SmartTek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那比如說我現在開一個Greview 我在Greview裡面 因為我可能需要去寫的資料來源 如果你使用的是Sequel Data Source 不是用後置程式碼方法去寫的話 或是加入一些資料行什麼之類的 你必須要回到設計的頁面 然後你把那個等它的圖券出來了以後 你再去點那個Greview 你才會有SmartTek SmartTek就是這個按鈕 我們在寫Web Phone的時候 應該經常會看到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現在你即使是在程式碼的狀態之下 你也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你也可以做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他可以直接去呼叫出SmartTek 再來程式碼頁面可以直接增加資件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以往我們在寫Code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需要去加一個Button 那我在加Button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加一個Click事件 我們以前都要去使用屬性裡面那個閃電的符號 然後看到Click點兩下讓它自己去加 我們現在直接在程式碼的狀態 我直接按OnClick的時候 我按下等於 它就會跳出來兩個 第一個是建立新的事件 第二個是PageLow 為什麼會有PageLow 因為我現在這個專案裡面只有PageLow 如果你有其他的Event的話它會跳出來 那我現在就選擇建立新的事件 我按下Enter 它就會幫我去加了一個 這個A就是我的ID 然後這Click 然後同時間其實它在後端的時候 已經也幫我加了這一條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我直接在寫Code的時候 我不需要中斷 我不需要換來換去 我就直接一直打 一直打 可以直接去新增 這樣對我們寫Code會來快一點 再來是支援程式碼分析 一樣因為我是範例Code 所以我沒辦法做程式碼分析的動作 然後一樣是抓圖 當我今天一樣是點分析這一塊裡面選擇了 針對方案執行程式碼分析 一樣它會編譯你的專案 編譯完了以後 它會給你一個報表 如果你的專案有問題 它就給你類似這種的報表 它會告訴你說 你違反了哪一個規則 然後你是為什麼違反的 然後它告訴我們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它只告訴我說 我這一行裡面的第12行 我宣告Dispoke 可是我沒有明確的釋放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我才會顯成這樣子 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個編號 它這個編號就是你違反的那個規則 你只要點進去 它會幫你開寫MSDN 裡面會有詳細的範例 告訴你說 其實你真正應該怎麼做 利用這種方法 讓我們也可以維護在我們的專案 讓它的品質更高 再來的是CodeSnipping的加強 這個東西其實從Visual Studio 2005開始就有了 之前版本我不確定 因為我2005才開始用 這個東西是個什麼呢 它其實是加快我們在Key Key一些程式碼的動作 比如說我剛剛打的那個Button 如果說我剛剛這樣打不是很慢嗎 其實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好像不行 我在這個地方有Button 我按Tap兩下 它就會幫我組好這一段 這一段HTL 可是你看這裡可能感覺不是很深 我們今天回到程式來講 比如說我今天程式我們經常需要去建個Class 以前我們都可能自己加了Public 以後再來Class 什麼之類的 很煩嘛 那我們只需要打Class 當你看到你打完了東西以後 旁邊會是這個奇怪的符號 一個文件的這種符號 代表它支援了程式碼片段 程式碼片段怎麼叫 就是你按下Tap點兩下 它就會叫出來 那比如說我Class 但是建完了一定就要裡面的那個屬性嘛 屬性 PROP TAPE點兩下 然後我第一個它是用Int 我不要我改成String 我再按一下Tap 我可能改成AA Enter我就可以做第二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這一種的 你不喜歡這一種 3.0以後的那種縮寫 你看不習慣 你喜歡用那種完整的 就是宣立一個欄位 再宣立一個屬性的這種東西 PROP-TAPE點兩下 就好了 這種東西不要再自己打了 這種東西全部都不要自己打了 而且其實 這個可以制定去新增的 在這個地方有個 呃 程式碼片段管理員 在Visual Steel 2012裡面 它增加了很多有關於 CSS HTN 和JavaScript的程式碼片段 以往的CSHOVD 和CJR的程式碼片段都已經有了 你可以利用在這個地方 去做你的程式碼片段 你可以自己去新增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 比如說你今天公司的密碼加密 是你們公司自己寫的 可是那個寫的沒那麼好用 它可能要七八行程式以後 才能做完這個加密的動作 你就把這七八行程式 變成你的程式碼片段 然後給公司的所有人 他們把它匯入進去以後 他們以後就是類似像這種 打一個關鍵字以後 去按TAP兩下 它就可以整個完成這些 這一段指令碼的輸入 然後其實你不需要刻意去記 我剛示範的PROP這幾個 其實是比較不好記的 還有一些其他程式碼片段 對於我們日常的寫扣其實很方便 比如說我們的FOR回圈 我們打FOR 然後開始I等於0 這是一件很累的事 對不對 我們只要打FOR 我們就發現了那個符號 TAB點兩下 它就幫我藏好了 這種技巧你可以不需要特別的去記憶 因為你打FOR回圈之前 你不可能不打FOR 你打了FOR 你發現它跑出來 你就試著TAB按兩下 如果它跑出來的東西 不是你喜歡的 你以後就不要按就好了 如果它是你喜歡的話 你漸漸的就會習慣用這種方法去輸入Code 這樣子會變得快很多 再來是WebConfig可以預覽 在Visual Steel 2010以後 它其實多了一個發布的功能 就是我的Web都有一個發行的功能 這變成內建的 但是發行功能裡面很依賴一件事情 就是我必須要去調整我的WebConfig 我必須去調整 Debug的模式是什麼樣子 在Release模式又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要調整 因為它這樣才能夠去做自動 我們以往經常會發現 可能說最容易遇到是Connect Stream 我們在連DB的時候 我們Debug的時候是在開發機 可是我們要 用ReleaseView的時候 我們要換成正式機 那種東西如果你讓部署人員自己去做 它經常會不知錯誤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只需要在Release這個地方去做一些自換的動作 自換完了以後 只要當你的View的情況是改成Release的狀態 它就自動幫你自換進去 可是這一段語法說簡單很簡單 說難也不難 可是第一開始去接觸它的時候 一定是不習慣 在2012多了一個很棒的新功能 像這個地方它有一大堆是註解 告訴你怎麼改 它真正唯一做的只是把Debug這個標籤拿掉 因為線上不應該會有這個標籤 它也會影響效能 所以它預設是拿掉在Release模式之後 那你要看我到底有沒有寫對 我只需要按滑鼠右鍵 在這個地方有個預覽與轉換 它是英文的 有時候會變成中文的 不一定 我不知道是灌了什麼它會變成英文 它有時候是中文 然後你點下去以後 它發現了這個錯誤原因 是因為我灌了那個 我剛剛有講的2012的那個Web2 就是兩個更新的第二個 因為它現在是RC版 RC版並不支援中文 所以我現在是中文的OS 我灌了就會出錯 所以各位回去就 沒事就不要當白老鼠 不需要灌 那它按了以後它會去開這個畫面 你們直接你看 像我抓圖就是中文的 你回去以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右邊的這個畫面 這個是Visual Steel2012裡面 內建的一個比對工具 其實還長蠻可愛的 你可以直接看到說 左邊是你還沒改之前 右邊是你改之後 所以我可以很明確的看到說 我的Debug等於處被拿掉了 利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更明確的知道 WebConfig有沒有改對 再來是CSS支援的加強 第一件事情就不用多說了 CSS3一定是很 一定是大幅的加強了 然後再支援一些游覽器的特性 我們不需要再去記憶了 那什麼叫做游覽器的特性呢 因為CSS3其實還沒有 現在已經標準化了 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其實還沒有 HTN5也標準化了 然後以往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針對各個游覽器 Firefast IE還有一些那個 什麼WebKit的那種游覽器 去做一些前置字 就是這種前置的碎字 讓它知道說這是我要看的 這不是你要看的 然後這種東西其實很麻煩 像我現在要做一個動畫 我需要去打那麼多的事情 可是在2010裡面 它其實已經內建支援了這件事情 我只需要去做 比如說我今天要打一個動畫 我一樣偷懶齁 然後我直接TAB點兩下 它會幫我把該有的東西全部產出來 它會去幫我把該有的東西全部產出來 利用這種方法 如果各位對CSS熟悉的話 其實會覺得這個功能很好用 那如果說各位沒有在寫CSS的話 你就把它當成也是一個快速鍵 快速開發的東西 然後再來CSSHACK支援 HACK支援並不是支援它幫你HACK 我們都知道 在去做一些游覽器相容性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需要做到CSSHACK的動作 然後在以往的Visual Studio 你只要做了HACK 它其實是看不懂的 它看不懂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它沒辦法編譯 沒辦法排版 它的CSS再也不能排版 不能排版的時候就變成醜 我們要自己按HACK去排 然後現在它支援了 它看得懂所謂的HACK 所以它不會報錯 不會報錯就只是它可以幫你排版 它並不是幫你做HACK 這要注意一下 它只是可以讓你排版的功能正確 再來是HACK HACK HACK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HACK HACK 還蠻有趣的 也是如果說你有寫CSSHACK3的話 你應該會了解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寫的話沒關係 我們不需要會太多 我們就把它交給設計去處理就好 因為我們寫程式的 就算寫這些東西通常也不是很好看 在CSSHACK3裡面 我們比如說拿這個最多的來講 我們可以去設定一個字型 我們可以決定什麼游覽器的字型 你要怎麼來 你在網路上下載什麼之類的 以外我們要寫很多 我們現在只要打個at以後 這是一個標記語法 然後我們按tap兩下 它就把我們所有東西都做出來 也包含了我們等一下下節會講到的 所謂的media query 我只要用atmedia以後 tap兩下 它就幫我把media query 所需要的東西全部去做出來了 這也是一個熱鍵 在CSS裡面的支援 再來 支援region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CSS其實已經越寫越多了 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可以去做一個整理 比如說 我在這個地方不是有兩個A嗎 一個是Hover的 一個是原本預設的 那我希望這兩個A 其實它不要寫得那麼多 我看得很累 我就打region cap兩下 它會幫我做出這個註解 我把最後的底 貼到下面去 這樣子以後 你這一段已經可以折疊了 而且這個names你可以自己改的 你高興改成什麼就是什麼 你可以自己去折疊了 你這個沒有問題的 那利用這種方法 我們其實可以更有效的去整理我的CSS的部分 它是拿來幹什麼的 我們就把它合起來 它是拿來幹什麼 我們把它合起來 因為如果說你有把CSS分成很多個檔案 其實你還要花時間去做合併的動作 而且你分了很多檔案的時候 如果說你寫的 就是你的設計師寫的不夠好 他沒有考慮到你會全部載入的時候 其實會發生很多問題 那你還不如叫它直接寫成一個檔案 反正我們現在是wip 那永遠器你一個檔案 它其實快取的能力很大 你不太需要考慮它說它一個檔案很大 而且在mvc4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去做一些壓縮的動作 那熱鍵就在這個地方 打完以後按兩下TAB就會跑出來 然後再來階層的顯示 這個是一個小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在A的這個地方 我點一下 我可以按熱鍵 有看到嗎 我在A的這上面我點一下 它會自動跳到我的結尾 它會自動跳到我的結尾 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當你現在是寫的很長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的找到你的結尾 然後我現在沒有貼熱鍵 熱鍵就是這個符號 就是Ctrl加這個符號 就是Ctrl加這個符號 然後再來是追蹤結尾 我又講錯了 階層顯示其實不是剛剛那個東西 剛剛那個東西是追蹤結尾 所謂的階層顯示就像這個地方 因為我的A 其實我的A裡面會有其他的那些 可能說花束點過什麼之類的 花束在上面的時候那個狀態 在CSS現在我們的排版來講 它預設會去幫你做一個縮排的動作 它可以讓你在view的時候 很快的知道說誰是誰的下面 誰是誰的紙階層這一個部分 它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可能你會覺得這件事情很討厭 或者是說你的設計師他給你CSS 工具這個地方的選項裡面 的CSS 文字編輯器裡面的CSS 點開裡面有個格式化 在這個地方階層式縮排你把它勾掉 你把這個東西勾掉 它就再也不會幫你縮排了 然後追蹤結尾就是剛剛講過的 它的熱鍵應該在這裡沒有錯 就是這個按熱鍵 然後再來是那個Carttap Pack 它其實我們如果有在寫web的時候 我們應該經常就發現 我們都會去 如果我們需要使用者去選擇顏色的話 我們會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在內建也是有的 比如說像這裡有個顏色 我的顏色打完了以後 然後我按個緊 按個緊就代表說我現在是要打色 它就會直接跳出所有的色票 這個色票是你現在這個CSS裡面 我把它拉上來一點 這個色票是你現在CSS裡面所有有的顏色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其實左右還可以再轉 可以看到更多 或者是你直接自己開調色盤 沒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自己去選擇 你看我在直接拉它上面就直接動 透明度也可以改 透明度也可以改 或者是你直接用這個滴管 你可以直接去吸顏色 就和你一般在用繪圖程式一樣 它可以去吸顏色 這是一個在我們寫CSS裡面 也是一個方便的好工具 再來是JavaScript的資源加強 第一個講到的東西叫做資源多宅 看起來好像很了不起 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 這是個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只是讓你的JavaScript裡面 它有一個感覺好像是資源多宅的功能 它是利用註解去做的 我在這個地方有個檔案 我先開起來 複製貼上 我很快的去做一個示範 我開了一個JavaScript 我不改名字 然後我把我剛剛複製貼上那一段程式碼貼起來 有看到我現在是一個叫Texter的Function 然後我可以傳入兩個 然後JavaScript其實你不傳都不會錯 然後它利用這個註解的方法 它第一個只跟你說有Key 第二個是Key和Value 所以當有使用者在呼叫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看 在Vitual Studio裡面 它可以看到多宅 它可以看到好像是多宅的感覺 其實各位還是要記得 JavaScript沒有多宅 它只是去做好像多宅的感覺 讓後續的使用者 在開發你的程式的時候 它可以明確知道 我傳一個會發生什麼事 我傳兩個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要怎麼提示 它完全就是靠你上面的註解怎麼寫的 再來是那個簡化那個參考的設定 這個東西以往我們如果說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 我其實我裡面需要用到ZQuery 而且我需要做ZQuery 我可能在開頭我就要把ZQuery這樣拉起來 讓它去做一個reference的動作 那可是這樣子你看 ZQuery其實都有綁號吧 我現在去抓所有東西都有綁號 那如果它今天改成1.9了 那我就整個專案全部有拉進來 全部改成1.9 這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這樣做了 現在新的 它在這個地方會多一個reference 你把它打開 全部都是參考 它的參考全部打開 你只要在這裡做 它預設ID全部會載入這些東西 所以以後你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 不需要在每個地方都改 再來這四個其實就是剛剛所介紹過的 在ZQuery裡面有資源 所以我就不再次的做介紹 HTML的資源加強就是新的HTML5 程式碼片段 就是我剛剛有所介紹的CodeSnipping的那一個部分 那是程式碼片段 它的HTML5裡面也加了很多的東西 各位在打的時候就會不經意的發現 它發現那個符號的時候 其實就不經意的tap按兩下 看看它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你想要的 想要的就把它留下來 像比如說HTML5的那個Video 它一樣是點了以後就會有馬上 就是完整的那個Code就會產生了 來支援這個 WAIAIA的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標記語法 在一個HTML5裡面新增的東西 然後在Vitual Studio裡面增加它是新增了什麼意思 它其實只是支援了Internet Sense 它有Internet Sense可以跳出來 所以如果你需要用到這種方法的話 這種標記語法的話你可以去用 那如果說你還不知道這個標記語法是什麼的話 我投影片最下面有分別有用一個中文和英文的介紹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現在大部分多數人是把它拿來做成無障礙的用途 然後再來HTML標籤也支援 就結尾啊同步修改這件事情 剛剛的結尾就是我剛剛的按熱壓會跳過去 那同步修改這件事情我稍微示範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開了一個WIP 我今天開了一個WIP 在這個地方 我原本是用LO去包的 可是我今天的設計師跟我講 我先把下面殺掉 先把下面殺掉不然它太長了 可是我今天設計師跟我講說 他不要用這種項目符號的方法 他要改用DIV 那我要改的時候我就在這個地方 DIV 有看到下面一起變了齁 就是這個功能 它可以讓你直接頭尾一起改 你以後就不需要去改完頭以後 開始去找完了 頭已經被我改掉 我尾在哪裡 這種功能 再來支援JQuery template 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小東西 為什麼說它是小東西呢 因為它也是只是支援了高量 以往他看不懂JQuery template的寫法 現在他可以讓他有高量 就是那個程式碼著色的那個功能 再來的其他新功能呢 支援快速搜尋 和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不一樣 快速搜尋是這個地方的東西 其實是快速啟動的 在這個地方呢 Ctrl-Q的這個熱鍵 它藏在很上面的這裡 這個東西 它其實它的用法呢 我這裡就不做示範了齁 它用法其實你打個At 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決定 你現在要搜尋的是什麼 它就有點像Command Line 然後如果你在上面隨便打一個字 它會去搜尋到你專案裡面有沒有這個字 或者是說Visual Studio的任何一個地方 包含的設定檔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這個字 有它都會秀出來 然後在這最下面有個問號 你其實可以點下去 就可以直接看NSDN的說明 告訴你這怎麼用 那增錯是 增錯的時候可以選擇 游覽器的這個功能呢 其實就是 如果說我今天 像左邊這裡只有IE 因為我電腦只有關IE的話 它就只會有IE 在右邊多了 Bi-Fast和Clone 就代表說我電腦有關了 當你今天的電腦有安裝 越多的游覽器 在你增錯的時候可以隨時去選 和以往不太一樣 以往你要讓它D4出來 游覽器 變成另外 不是IE的話 你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現在你只需要用選擇的就好 你只要一選了它就會變 然後再來支援的這個叫做Page Impact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 所以非常需要介紹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把增錯工具 從FireFast改成Page Impact 然後點了完以後 我直接按增錯 我就直接按了增錯 按了增錯以後 它一樣也是編譯嘛 編譯完以後 它會開啟一個小的游覽器 在Vitual Studio裡面的 那游覽器的核心 它是使用IE 那如果你的電腦灌的是IE9以下版本 那這功能不能用 你要IE9以上版本 然後它會開啟一個游覽器 當然它預設不會開那麼大 那是我拉出來的 因為這樣示範才好 其實也不好 比如說像這樣子 稍微等它一下 它開啟了這個頁面 那頁面它開起來以後 下面會變黑的 是因為我剛剛有動態去調 它還沒有更新 然後比如說像我現在按一個箭頭 下面這一塊就跟那個 Developer Tool一樣的那種感覺 我按了這個箭頭 滑鼠移到URLogo 有看到它左邊的那個程式 它也會移到那一塊去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HOME是怎麼寫的 我移過來它會直接跑到HOME這一塊 所以它不但是 我們一般的游覽器用Developer Tool 它其實可以動態的去追蹤到你的Code 它可以讓你在找Code的時候更方便 如果你今天接的是人家的專案 你根本不知道人家HTN有怎麼寫的 你用這種方法 你可以很快的去追蹤到它 當然基本的HTN還有CSS全部也都有 沒有問題 而且它也都支援的那個點過去 開預覽的功能 比如說你先知道這個CSS在這裡 你點一下它就會開一個那個CSS的預覽 而且開在那個地方 然後如果你今天寫的是MVC的話 你應該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個首頁不一定只有一頁 它可能是有好多的Action 好多的Render Partial去組成出來的 以往我們其實很難察覺 現在你只需要去選擇Files的這個頁簽 它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我這一頁是經由拿幾個頁面去組成的 那我們在寫MVC的時候就可以比較簡單 因為MVC的相應性太低 你要找到這種東西其實不容易 以往我們都是瘋狂的搜尋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那剛剛也看到其實這個單畫面不好用 所以雙畫面 雙螢幕還是會有一個不錯的建議 那再來是IIS Express 其實在2010的SP1以後就有了 現在2012它內建是IIS 8 它的Kernel是IIS 8 然後它預設所有開起來的東西 都是會用IIS Express開的 它不會再用以前那個Visual Studio 那個程式開發伺服器 它不會再用 預設的情況是要都是這個 當然你要用回舊的也是可以 不過建議你都用IIS Express 比較能夠模擬你 你將來正式機以後會遇到的問題 在VS2010的升級相容 這是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以往我們2008升到2010的時候 2008的如果你的團隊裡面有10個人 有一個人用2010 他升級的很好 其他9個人都不能開了 應該大家都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所以團隊裡面白小鼠變得很麻煩 他在扛密的時候 他如果你有做版本控管 他要再去做一個2008的方案展給你們 然後現在的2012 他可以幫你自動升級 可是他升級完了以後 VS2010一樣可以保留開啟的能力 所以你的一個團隊裡面有10個人 有一個人要先做白老鼠 先試試看2012到底好不好用 沒關係他就用 他所做的修改其實2010都可以吃 他們都是相容的 這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聽到各位新生的一個很大突破 那以往就是他逼著你一定要去改 那現在沒有問題的舊版 可是只支援到2010喔 你不要說用2008開不起來 他只支援到2010 然後再來是自由的變化顯示語言 如果說各位今天在寫call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 可是我們都知道中文要去搜尋問題不容易 你可能需要看到英文的介面 那在以往也是很麻煩 現在新的裡面來講 你只需要點到那個工具的設定裡面 選擇環境 然後你去選擇語言 你選取得其他語言 然後他會開啟一個頁面 在這個頁面裡面有所有Visual Studio 支援的語言包 你把它下載回來 安裝 重新開啟你的Visual Studio 你的這個畫面就不會只有中文 你就可以去選看你要做到什麼 然後你當然選了以後要重開 這個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整個語言那塊要全部重拉 所以你選擇完以後重開 你Visual Studio就會變成英文版 或者說你要什麼希伯來文 什麼什麼文都可以 然後再來的新的一個東西 是那個JavaScript的記憶體分析 這是在Visual Studio Update 1以後所新增的東西 他其實是如果你有在開發Win8的App的話 他才會用到的 他的功能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在偵錯的地方 有一個JavaScript記憶體分析 我第一次按打開他一定會錯啦 我應該去選這個啟動以安裝 因為我電腦是Win8 所以其實我已經有安裝其他的App 我比如就拿天氣這個來講 我就按一下啟動 我啟動完了以後他會幫我開啟天氣的App 他開啟了以後 我畫面再移回來 有看到他在這個地方他有幫我記錄了 JavaScript記憶體到底吃了多少 我可以到一個程度以後我按下一個快照 他會把它照起來 照起來以後我繼續去操作 繼續去操作 然後可能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繼續去操作完以後 我再回來做一個快照 這樣子以後我就會有兩個 可能說是使用前和使用後 做某件事情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堆疊會有一些變化 然後你也可以去點進去 你點進去以後 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一些細項的東西 那這部分我就不講太多 反正你可以看到每個JavaScript的物件 他所有的那些記憶體用量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去選擇這個地方 比對第一個快照或第二個快照或第三個快照 你直接比對以後 他也是一樣會開那個記憶體用量的部分 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在我做什麼事情之前發生是怎麼樣子 可是我做一件事以後是怎麼樣子 如果說你發現你的App寫了以後 执行效率在某件事以後變慢的時候 你用這種方法你可以很快的抓出來說 到底是因為誰 再來 Call Map Call Map也是Update 1以後新增的東西 那Call Map裡面很好玩 比如說我今天有個專案 我就不開全專案了 因為那個解析還蠻慢的 我在Ctrl這個地方我直接按滑鼠右鍵 選擇在Call Map上顯示 點下去以後他會分析我Ctrl裡面的東西 分析完以後他會開一個畫面 你要等一下 然後他這裡也有一個圖檔 你可以從這個圖檔看到那個 應該說是一個範例檔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以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Ctrl裡面有兩個東西 那你可以去點選 你去點選這個箭頭以後 他可以去幫你把你所有的物件相依性 什麼之類的幫你畫出來 因為我現在開的範例是這樣 你看像這個Action來講的話 他就會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關聯性的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去點選 你點了以後他就告訴你說 他是跟誰關聯 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去做一個分析 如果你今天是維護案子的話 你拿到一個案子 你不知道他的架構怎麼寫的話 你用Call Map幫你分析一下 以往這種東西是要錢的 現在就直接內建給你了 然後你只要去分析一下 你馬上可以知道說 他的程式大概是怎麼寫 利用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很快的去知道 怎麼去做事情 我應該還有10分鐘 然後再來是好用套件的介紹 好用套件第一個 一定要為各位介紹的就是NewGate 然後我們下一堂課會去介紹NewGate的用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跟各位多介紹太多 第一個就是你要記得NewGate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第二個 左邊是TFS的Tool Kit 右邊是你Vitual Steel的Tool Kit 右邊建議你都裝下去 你裝下去以後你會享受到很多 他還沒有做進去 可是他準備要做進去的新功能 都是還是一些蠻方便的好功能的 而左邊的這個TFS 就是如果說你的反控是使用TFS的話 建議你也裝 裝了以後你會多了很多有關於TFS Tool Kit才有的 不是Tool Kit 是Power Tool才有的新功能 就是看你需求 右邊這個我是建議你一定要裝 然後再來的第一個是Weber Exchange 這個東西他其實就只是微軟 他在對於 像我們現在我剛不是講說他新增了一個 Weber Tools的2012.2的這個版本嗎 他在新增之前他會用這個功能 他會把功能加在這個裡面 他先去試試看大家的回饋怎麼樣 如果不錯他就把它拉進來 所以這個如果說你在開發網頁 你一定要裝 你不需要問為什麼 你就把它裝下去就對了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隨便示範一個最簡單的功能 他的 CSS 解析非常的強 和我剛剛看到不一樣 我所有的圖前面有一個小方塊 就代表他的圖 這代表他的解析 而且我如果移到字上面的話 移到這些標籤上面的話 他會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語法支援哪個游覽器 比如說我像這個MaxWin這個東西 他某幾版的IE不支援 你滑鼠一移上去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在Firepass 1以上 IE7以上才會支援這件事情 如果你 CSS 發現了爆版 或是什麼沒有東西跑出來之類的 你利用這個工具 你可以很快的知道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功能不只是這樣 他功能非常多 可是我在這裡 不太可能介紹的完 他功能多到 我們可以拿一個小時介紹 所以就是裝下去玩玩看就好 你會不經意的發現 怎麼會有這個好功能 那別人怎麼沒有 那就是他做出來 然後第二個VS Conment 他目前是一個免費的工具 在2010的時候 他有免費版和付費版 他因為現在的功能還沒有做得很完整 所以他的免費版 也其實已經還蠻好用的 那我最喜歡他的功能是 因為我們開了兩個 Visual Studio 然後我滑鼠移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誰是誰 因為每個都是程式碼 我根本不知道誰是誰 如果你關了VS Conment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種畫面 因為我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黑色 所以剛好他一黑一白 而且他的專案名稱 會直接很大的秀在上面 然後你現在是在增速 還是你現在在debug 你現在開了什麼檔案 他全部是直接秀在這個地方 利用這種方法 你可以很快的了解到你的程式碼 現在是在幹什麼 我比較喜歡的是這個功能 然後再來這一個 這個東西 就要看人品了 因為我示範兩次 他有三次他網站掛掉 我不是示範安裝 我只是示範看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他其實只是去做一個專案的實程紀錄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公司老闆 如果你是一個主管 你手下有很多的Member在幫你做事情 你可能想要了解到 他每天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做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員工的話 回去不要跟你老闆知道有這一套 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然後他登錄完了以後 你如果有慣 他登錄完了以後 他會去給你做一個report 他的這個report看樣子 目前沒有當也太好了 看一下還是當 好那我們去看他首頁的好了 我只要介紹一下就好 我就不示範我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 他可以去讓你很明確的知道說 那一個人 在這一段時間內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來看一下他的圖表 像這個地方 你可以會有一個timeline 你可以很明確知道說 他到底在那一段時間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他的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殘忍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稍微可能不清楚了 他的圖力有分什麼橘色和粉紅色 還有那個綠色嗎 他橘色代表你在debug的狀態 你Visual Studio正在debug的時間 你畫了多少 然後你在那個coding的時候是綠色的狀態 綠色的時候你到底畫了多少 然後最重要是黃色的狀態 有看到那些比較黃的那一小塊 黃色的狀態代表你開著Visual Studio 可是你沒有在做事情的時間有多少 你開著Visual Studio 你可能開著你跑去逛網頁 或者是你在查資料 因為我們可以查資料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這種東西其實 因為他有一個member的概念 所以說你所有人可以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以後你的管理者 你只需要進到他們的網站去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人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在幹什麼 所以他是一個很殘忍的工具 沒事就不要灌 沒事不要讓老闆知道 你可以自己灌 讓自己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個狀態上面 再來左邊的這一個 很有趣我滑鼠不見了 回來了 左邊這個東西是 MSDN裡面他幫我們去做的一個套件 以往我們可能說今天發現了一個class 或是說一個master我不知道他怎麼寫 我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直接去幫我找到他要怎麼寫 然後他目前已經超過了3500種範例 而且他最棒的是 當你發現了一個你不會寫的東西 而且你很想學 他沒有範例 你可以直接report給他 要求他幫你寫 而且他幫你寫是微軟自己找人幫你寫的 所以那個範例的品質應該會比你去google出來的東西 比較有品質一點 然後中間這個東西它是屬於我們網頁開發 他也是一定要慣的 他是會去壓縮我們的圖片 可是他的壓縮完全可以做到無時針 甚至我壓縮過他壓縮完以後解析度變高檔案變小 我個人覺得蠻誇張的 而且他很無腦 他只需要按滑鼠右鍵就可以做了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個地方的圖片 我有一張圖 我按滑鼠右鍵選擇了他最佳化碼 按下去以後他就去幫我最佳化了 我只需要這樣子做 他完了以後有看到 他利用雲端的空間他直接幫我去做最佳化了 而且他直接可以幫我 莫名其妙就壓了31% 而且圖檔完全不失真 絕對不失真 我還沒有看過他壓成失真的圖檔 所以你不需要考慮太多 你把它中下去 你的所有圖檔你不要一個一個按 你對資料夾直接按 然後他就對整個資料夾做優化 可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麻煩你一定要上網 因為他全部是用雲端在處理的 再來這個 這個算是什麼 幫我們把Seql的Intelligence加強 這個東西我給各位看個大概5秒左右的圖就好了 因為我講再多還不如讓你看一下 這好像是什麼Slogan 在這個地方稍微看一下中間這個圖 我們很快速的把它看過去 他就是你在打的時候他會有很完整的Intelligence 他圖停下來是哪一招 他就是會有Intelligence 他就可以這樣子跳 所以如果你在開 你有經常在寫Seql的時候 你有這個工具可以很方便你在做事情 而且他是免費的 他灌了以後他在那個 2012還有那個SSNS裡面都會有功能 那如果說你對於上面這些套件 你還不滿意你還覺得很不過癮的話 各位可以去到這個網址 vs.demo.tc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很趕 所以我講很快 vs.demo.tc的這一個裡面 我有去做了所有我覺得不錯的一些套件 你只要在這個裡面 你只要看到他長的比較大就是我推薦你的 他長的比較小就是你可以自己試試看的 他是一個現在叫做Modern的那個界面 反正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找 我有稍微寫註解跟你說他是在幹什麼的 你可以去玩 反正灌套件不用錢 再來還有哪些新功能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新功能我們這次沒有介紹 我們這次主要介紹都是有關於Web開發的部分 還有那個 剛剛有稍微介紹兩個有關於App開發的部分 那還有其他新功能 我們就各位就灌了以後就會知道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各版本的下載點 他包含了永久的免費版就是所謂的Express版 然後Vitual Studio 2012 他其實每個版本都好像有90天的 那如果說你是公司想要買的話 其實在這第二個連結的各版本功能比較 這個就不用操了這有點長 投影片會給各位 然後各版本的功能比較 你可以點進去來選擇一個 你覺得你公司或是你個人最適合用的版本 我們沒有必要什麼東西都追到最新版 因為很貴 我們就去挑一個現在 因為他有分很多的階層版本 然後很好 結束了我只偷吃了10分鐘 因為增加了一些新功能的介紹 所以說那個時間掌握的就沒有很優 那如果說你對於這一次的介紹 對於有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你可以留下我的聯絡資訊 你可以直接在這些地方上面找到我 那我如果會的話我會盡量為各位解答 然後最後貼上這張圖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在新版的Visual Studio 請使用多螢幕的環境 而且多螢幕環境不需要買三顆 一模一樣規格一模一樣尺寸 專用的多螢幕環境 像我的工作環境 是拿兩顆廢棄的螢幕 就以前只有電腦換下來的 一個只有19吋一個是21吋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的Notebook 這樣也是可以做三螢幕 你只要做了三螢幕以後 我保證你不會再想回到三螢幕的工作環境 那這是我工作的環境 這是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也是隨便湊的 這更誇張 右邊那個是14吋的螢幕 一樣都可以用 你只要有螢幕 絕對比你單顆好用 真的 各位可以回去 把那種乘風已久還會亮的螢幕拿出來貼看看 那反正就超時了 所以這種東西應該是不會有的 如果有問題的話等一下來問 因為我們還有10分鐘下課時間 那再來就是謝謝各位 然後現在有10分鐘下課時間 我們等一下再開始下一場